《地藏七》 常见问答 一千例 行善积福 算行善吗? 问 我每天给米念三归一 念佛 然后拿去喂鸟 这个算每日宜善 还是算护生? 答 都可以 问 我试着自己放生 但放了几次感觉都不好 忏悔自己智慧不够 导致一些生命 没有及时被放掉而死亡 还有一部分 因为落潮 被人重新捡走丧命 看到这些 我心里很难过 感觉很困惑 放生后 心情会很难过 不知道自己所谓的善行 究竟是不是善行 很困惑 答 行善也要智慧 不要盲目去做 日行一善 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 只要是为别人的 有益于别人的事情 即使是家人受益 都是善事 要真正为别人 别人通过你的帮助 真正受益 问 我父母过世 未婚 在职 心性很差 很弱 业障很重 经常观他人过世 对待任何人都很冷漠 心量也小 因此 参加寺庙一宫活动 以宵夜积福 凶嫂不理解 非常不满 说他们那么忙 劝我不如去帮他们扫地做饭 或者给侄子辅导英语 他们还质问我 楼道脏的时候 你怎么不扫扫楼道呢 养老院献爱心 你怎么不去 非去寺庙做义工呢 其实他们说的 我觉得也对 我去寺庙做义工 也是功利心驱使 为了更快地消夜积福 修好自己这颗心 好好学佛 不再入轮回 现在为了不让他们起烦恼 我想暂时不去寺庙做义工 周末主动到凶嫂家帮忙 给侄子辅导英语 做做饭 这也算行善积德吧 还是说 坚持去寺庙做义工 为自己更快地 消夜积福更好 打 算 在哪里都可以行善 关键是自己的心 问 我很想按照六部曲修行 但其中的日行一善 我无法天天完成 如果出门的话 我也会为老若病残让座 或者施舍乞讨者 但我平时很少出门 所以不知道怎样完成这项功课 我想托孩子 每天为我买两块钱的彩票 支持福利事业 不知道这算不算行善 我之前是不太爱买的 而且我的发心是积善 不是中奖 请问这样做可以吗 答 不必 每天将家人照顾好 就是行善 用回向吗 问 日行一善用不用回向 为什么 答 可以每月回向一次 这是为我们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准备 是净土资粮 问 浅谈因果关系义书提到 修行人所做的一切善事都要做回向 因为善是不定业 应该把善储存下来 方法有两种 一是回向 二是精通空性 对凡夫来讲 回向是最好的办法 请问这本书的观点是否正确 请讲一下回向的重要性 答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本书说得很好 我们凡夫非常愚昧 做了好事 往往会化作福德 慢慢在六道轮回 慢慢享受这些福德 变成钱财 地位 名声 然后 我们又继续造作恶业 佛教育我们 要明了因果 遵守五戒十善 逐渐消除业障 身心清静 逐渐修习小惩罚 大成法 去菩提 最终成佛 我们行善计的福 不能用于六道轮回 不能用于享受 要回向于成佛 佛是两足尊 是福德圆满 智慧圆满 由于目前大家业障深重 所以提倡日行一善 慢慢培养多行善 问 我每天抓两把米 放在窗台上给小鸟吃 天天如此 我可以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我儿子吗 如何回向 答 可以 互生前可以说明 是为孩子互生 互生后回向 回向文如下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何时回向 何时回向 汇款注印经书 什么时候回向 打 汇出后就可以回向 咋回向呢 问 请问行善如何回向 打 建议大家 每月初一 将上月所做的 善行回向 回向文如下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 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替人行善 问 我想替 刚去世不久的 奶奶放生 及注印地藏经 该如何回向 打 放生及注印前说明 此事是为了奶奶而做 放生及注印后回向 回向文如下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一问 我把我给妈妈的月钱 拿去捐住了 妈妈知道这事 也同意捐 那么功德 能算他的吗 打 这算他的功德 这算他的功德